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Aster玲霜智慧分享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最近我一些 我不是說前一兩個禮拜我breakdown的 死了火是不是? 其實有何止兩個禮拜? 我想我死火死了一年都有 我想一年半左右怎樣都有 只是現在越來越嚴重 最後這幾天就突破了 所以跟你說這個節目 所以你感覺到我能量仍然是開開開 爆爆爆的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想是我的身份危機 到底我是誰? 到底我餘下的日子應該做什麼? 那個觸發點是什麼? 就是經濟的問題 經濟不太好 我發現我們匯志社的生意都是一般的 到一個地步我就很懷疑人生 到底我還做不做下去呢? 我這麼辛苦留著Amanda 其實之前我請她 其實沒什麼做的 Amanda也知道的 我是硬給東西留著她 那到現在 我做了很多深層的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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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我11月就租完 但我有很多很多的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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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我都知道華山老師一定會說 不是的 OK 容易的 做生意 做生意容易的 做生意容易的 帶了這個想法 九年 我都沒有辦法掩蓋到我內心的那種不安 那種是我覺得我不行 直到最近我很認真地把自己逼到牆角 然後問自己 Esther 到底你想怎樣 你是不是真的想退休 你是不是真的想退出 離開大陸去退休 因為如果現在退休的話 我一定要好省好省 因為我怎麼知道我會不會去到120歲 去到90歲 你還有30年 那真的只有兩個答案 就是繼續做 和退休的話 一定是繼續做 因為我不會想過一些很省好清貧的日子 OK 好了 然後我就做了一些很深層的自我療癒 自我發掘 自我重新去建構我Esther Lee是一個什麼人 然後我就又再說聲 OK 好了 那我就去檢視我自己深層的那個programming 到底我在想什麼呢 不要想著只是想一些正面的東西是沒有用的 我就是經常想一些正面的東西 硬硬跟自己說 不是 做生意很容易的 做生意很容易的 你看這個又可以那個又可以這樣 沒有理由你不行的 然後我很認真去檢視我自己的負面想法就是 原來是這樣的 第一 我覺得 我四號仔來的嘛 悲情浪漫的嘛 賺錢的東西我根本就不是我強項 亦都不關心 有就花了 沒有就節省一點 是不是 好了 第二件事是什麼就是 我根本就不喜歡錢 亦都不喜歡賺錢 為什麼我經常要花這麼多時間來賺錢呢 人生過去的那六十年 都已經用了很多時間來做事了 接下來的人生 我依然是要這樣嗎 好 是沒有合理的 合情合理 第三 唉我都不夠奸 又不夠奸 又不夠奸 又不夠假 又不夠扯 說什麼呢 人家成功那些 很多都是又奸又扯 又扮東西的嘛 那我都做不到這件事 我來玩真性情的嘛 對不對 好 還有是什麼呢 就是我根本沒有一個計劃 我都不知道怎麼做 我整天有一種感覺就是 我應該做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我應該做什麼 應該怎麼做 應該怎麼做 應該怎麼做呢 是想不到的 OK 接著就是什麼呢 我都不懂做生意 我爸爸做生意都這麼糟 明明做得很好 又管錢不到 那我爸爸是這樣 我也不好得去哪裡 我哪去那麼勤力呢 因為我爸媽很勤力的 你知道舊了一輩的 好 下一件事 現在還不夠辛苦 現在已經很辛苦了 我差不多全天後 經常都想著做事 想著做事 我真的人都瘋了 去玩去旅行都要掛著做事 去沙灘我也掛著做事 還要做多些 還要認真做 我會瘋的 再下一個 女人這麼聰明做什麼 女子無才便是德 已經很多人跟我說 Esther 你之所以沒有男朋友 沒有老公 當然是你太聰明了 你太聰明了 搞到我經常覺得 好像是一個罪 我很聰明嗎 不夠鄧蓮魚聰明 不夠陳方安身聰明 不夠Margaret Thatcher聰明 他們都結婚了 為什麼我不可以呢 好 下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我有很多相反意念 就是想做好她 不想做好她 好想做她 不想做好她 OK 好 最後一件事是什麼呢 令到我這幾年 這九年 在匯志社 去不了我想去的 那個size 那個成功度 就是 我deep down 是覺得自己很糞 你這樣聽 你可能會覺得 欸神老師你這樣說話 那我們怎樣 但我是真的deep down 我經常覺得自己很糞 覺得自己很差 覺得自己沒有用 這個應該是來自黑暗勢力的方話 一個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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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我就再想回每一句話 拆解她 第一 九刑四號仔不可以成功嗎 誰說不可以 謝霆鋒就是四號 不知道現在是不是 起碼曾經是上市集團的主席 還有她真的靠指實力 另外張曼玉 Johnny Depp 很多演藝界 音樂界的紅人 都是四號仔 例如這本書 九刑人格 我查一查 很多 例如有位叫Martha Graham 大家可能不認識她 她是一個舞蹈家 她甚至創造了一個新的舞蹈塊別 另外一個叫 祭詞 不是業詞 是祭詞 是英國著名詩人 另外一個叫說來 Percy Shelley 是男人 另外一個叫Alan Watts Alan Watts 是甚麼呢 就是上世紀美國專門研究東方哲學的大師 Woohoo 還有甚麼呢 就是這個Johnny Mitchell Johnny Mitchell 如果你年紀大一點 像我們這樣 或者是 如果你是外國人的話 一定認識她 不會不認識她 Johnny Mitchell 是美國文謠女歌手 好出名 還有誰呢 就是 Orson Welles Orson Welles 就是一個美國的電影製片 和演員 還有Betty Davis Betty Davis Betty Davis 有歌唱 Betty Davis In my eyes 是一個美國演員 兩次榮獲 奧斯卡獎 還有 John Bias John Bias 是美國的文歌手 和政治活動家 John Bias 和Johnny Mitchell 是差不多年代 兩個都很出名 另外就是 馬龍 馬龍 Brandall 如果你留意 剛才我數過這群人 他們的成功事業 多數是演藝界 娛樂圈 電影 私人 所以你明白一件事是甚麼呢 其實我都是 某程度上 我是走錯路的 有一天早上 早醒了 睡不著 我就看回自己的皮文學 然後我發現 原來我唱歌 演戲 寫劇本 表演 運動 是很有天分的 所以 我的音樂老師 跟我說 是叫我繼續發展下去 不知道我會去到哪 但是不要放棄 應該可以闖到少少名堂出來 還有把我唱歌的天分 放在我的工作上 我未知怎麽做的 因為我聽我自己落在聲音說 就是把大量的個人成長元素 放在我的工作坊 但是怎樣把音樂或者藝術放下去 真的要多想多想才行 但是我願意這樣做 因為這件事會很興奮 好 另外是甚麼呢 就是我爸爸不成功 他成功過的 他曾經都給我們 有些好好的生活 我們兩姐妹可以去歐洲 歐遊了55天 說就說背包 其實我們根本就不用背包 我們是可以住酒店 吃得很好 因為陪一個同學 人家要背包 我們就背包 另外有一天我真的坐下 小嫂我自己有甚麼厲害的 雖然說我覺得自己好事 但事實上 我做生意比很多人厲害 我不斷移動我的手指尾 我就想到很多辦法賺錢 例如是 五軸的胡蓮花卡 9元張都買了幾萬元 那些朋友都在笑我 你行了 你甚麼都買 連9元的都買 甚麼不買 9毫子我都買 好玩就買了 這樣 這樣 然後我在小嫂 其實我有很多天份 我可以化腹樓為神奇 我變染能力很高 我曾經是世界上最高的 我很辛苦打進去理工 進去理工設計是 1200人入面 最後只有50人可以正式地拿到大學畢業 這些不是波嗎 是波 然後Eleton 三年疫情我做了千萬 這些不是波嗎 每個都可以嗎 不是每個都可以的 然後我想回很多東西 去細數自己 神給我的天份 神給我的恩賜 然後建立我自己 咦不是呀 其實我不是那麼糞 當然這個不合情理 怎麼說我都不是一個糞的人 又勤力 那些問題 但是這個是一個心理障礙 總是覺得自己好糞 那這個要克服了 還有改變信念就是什麼呢 我改變了信念就是 我可能仍然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厲害的生意人 但是我改變了一個很棒的信念就是什麼呢 就是找一千萬很容易 那是因為找一千萬是應該很容易的 那麼多人做到 還有我知道香港的新森林界 有好幾位朋友是做到的 那為什麼他們做到我也做到的 那他們做五年出道 五年六年出道 十年八年都做到 那我出道三十年 沒有理由做不到 不是出道的 就是我研究了這件事 研究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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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久沒理由不行的 那於是很有趣地 就是突然間 我整個畫面很清楚就是 嗯 我之前做的事情就是 將我自己的課程 放在線上 其實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因為接下來在線上 在線上上課的人是越來越多 然後Youtube又會變成一個教育平台 根本就沒得輸 而且我是三十年的導師 三十年的所謂 新心靈修行者 怎麼會不行呢 就算不是也可以 現在 就是你有平台就可以了 很簡單的 沒有東西買 不要緊 外面最多的是什麼 就是等著被人賣的產品或者服務 沒有產品賣 根本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OK 然後我要找到一個很好的老師 Yanki Yanki就是 她本身是賣課程的 甚至乎她也是賣新心靈課程 我直接跟著她的範圍 就是她的範圍 我跟著她做 跟著她的路走就已經可以了 根本就容易到不得了 於是我就設定了這個新的目標了 上一集我講過了就是 我會去打擊我的年薪過千萬的這件事 一年做不到就是兩年 兩年做不到三年 不會一定做到的我知道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on hand 還有我心態 心理上已經準備好我自己去做這件事 我預備好齊 然後就祈禱了 就是神 你幫我 幫我去集中焦點 集中我的注意力 去完成這件事 然後的甜頭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我做到這件事之後 我就會准我自己去pursue 去創造我另外那盤生意 那盤我很喜歡的生意 是什麼 到我真的做 然後開始成功的話 就告訴你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會說著的 話說回來 最近就收到這支禮物的 有個我們的學生 就是這個School of Future Skills的 Sandy 就送了一支這樣的精華液給我的 那我就覺得 其實說真的 我收了很多禮物的 很多是擺到過期間 沒有用的 但是最近我變了我自己 因為我開始 我的慳灰性格開始出來了 那我就說 這支禮物不如用它 你知道我是懶得不得知了 我已經有年多沒有去做臉 自從去年六月 我弄傷了眼睛之後 我有陰影 現在沒有辦法去做臉 那可能 不知道現在行不行 我可能可以試試做一下 那Anyway 那Sandy 就送了一支這樣的精華液素給我 那我就說 我怎樣用呢 就很簡單的 就是將它擠進任何你用的 Face Cream 你的精華液 你的Night Cream 這個防曬的Sunblock 那我就好 那我就好 照用 就打開很簡單 一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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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 接著擠擠擠不夠一兩個禮拜 我就發現有些奇蹟出現 就是inh化了 我的臉裡有很多粒粒的 有一些暗粒 就可能藏了些 總之有些東西在下面增生了 你撕不出来的 Sandy跟我说不要紧 我秋天和你做Laser 弄好它 但谁知道我用了这支 一两个星期都不够 我就发觉这些粒粒平了 50-70% 皮肤平了很多 突然间很有兴趣 我就和他买了一套产品 1,2,3,5,6,7 去做我的Skin Care 这支很神奇 它有什么呢 它是叫做细胞分子精华 50ml 很大支 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就是透明质酸、甘胺酸 阻旋VC精华 组类提取物 勞汇提取物 月酸维生素E 葡萄干细胞 主要有很多干细胞 功能就是能够有效注入细胞燃养 形成天然管道 帮助任何精华或面霜吸收 从而使皮肤提供 光滑均匀的质感 讀这些是没什么意思的 但实质上这支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 搞到现在我慢慢很乖地洗臉 皮肤更漂亮很多 50ml很大支 原价是550ml 只是550ml 如果你帮衬我们 我可以帮你拿到八八折 八八折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在YouTube这里按连续就可以了 第二件事就是 当我决定了 我去做一个成功的女生意人 一个woman entrepreneur 我整盘棋不同了 而且我对于做生意的抗拒 是小了很多 其实毕竟 无论我以后的感情生活是怎样 我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就算我爸爸未曾成功 他最后也不成功 但他成功过 有个三年很辉煌的日子 其实我也可以 对不对 你数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时候 我内衣 我爸妈已经不在了 我也没有任何奶奶 老爷 老公那些要照顾 要帮别人去 要帮他看医生 要帮他闻屎闻尿 是没有的 而我的健康情况 也是我不需要人服侍我 我仍然可以到处走 为什么不去创一番事业 不是为了赚钱的话 而是为了好玩也好 对不对 那你呢 有什么阻止你的地球转呢 有什么是令到你 不敢去创造你自己的财富 为什么我经常说财富呢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小说家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歌唱家 当然是可以 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钱 其实赚钱真的很容易 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 好了 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我们任何产品 服务有兴趣的话 或想做coaching的话 是依然有兴趣的 大家所有东西都找Amanda 可以了 就是6634875 6634875 大部分我们的活动 和我们的产品 和我们的产品 都在YouTube的 这个下面 你按进去就可以 可以按到 连连就找到Amanda OK 祝大家零相合一 万事大吉 如果你喜欢你的节目的话 请按赞、订阅、按钟 留言鼓励 和转送链给你的朋友 OK 说到这里 拜拜